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性再生损伤后坏死组织由纤维结粒组织来修复 再生医学就是利用细胞再生能力修补受损组织器官的医疗新技术 它结合组织工程学、分子生物学等医疗技术 制造具有功能与生命性的身体器官组织 用于修复或是替代身体内因为老化、生病、受损造成不健康或病变的组织器官 甚至包括组织或器官的再生免疫细胞治疗 将自体免疫细胞取出 透过细胞培养增殖方式增加免疫细胞数量及对抗疾病的能力 调整人体免疫系统功能 借此对抗还强的疾病 例如用天然杀手细胞及免疫杀手细胞 干细胞疗法 干细胞是人体分化能力最强的细胞 可以用来修复身体受损的组织与器官 干细胞的来源 最常见有脐带与脐带血 羊膜及胎盘 成人周边血 罩血 干细胞 各种器官 干细胞 如脂肪干细胞 可以用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癌症 心血管疾病 皮肤 软骨组织 修复等免疫调节能力 其中包括感染性与非感染性的 肺部免疫发炎疾病 病毒感染 新冠病毒不只会带来肺部疾病 也可能引起脑部 心脏 肾脏 肠道等长期 且全身性系统问题 中重症患者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可能罹患 常新冠症候群 如果未来技术成熟 或许再生医学 也能应用在新冠肺炎 及常新冠患者的修复与再生 祝福大家身体都更健康 生活更美好